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系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 之前就是前阵子 在这个YouTube下面的这个留言 很多网友对于少子话 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那我就突然想到 之前你有一次讲过 说你跟对我来说算长辈的人 可能在饭桌上 他们有酒后吐他们的想法 你觉得蛮有意思的 你要不要趁这一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这集没有新闻 反正大家都对少子话 这议题很热络 你说那个很有趣的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 就是也分享一下 我说我上次要跟你讲的那个 对啊 所以你也还没听过 对不对 没错 好啦所以今天没有新闻 那我就把这个酒桌边的笑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其实那天就是我跟几个 就是哥哥们 那在聊天 这个哥哥们他讲一个蛮好笑的东西 就是要跟我分享 他问我 那他有可能是喝多了 或是比较亢奋的状况下 所以大家我就把他当成一个笑话听听 好不好 不要攻击 就是一个笑话 他问我啦 他说这个少子话到底是不是因为台湾房价贵啊 我说新闻是有这样讲 他说对啊很多新闻讲说啊 就是说或者说年轻人讲说啊 房价越来越贵 他们就不想要生小孩了 不敢生 对啦 所以造成少子话 然后国家会越来越弱 然后他说很多就是喜欢拿日本来讲 那他就问说啦 那日本的少子话 房价有没有跌 我说当然除了核心之外 东京之外 有些区域啊 他真的是有跌价啊 那他说 如果说这些地方房价跌了 有没有多子话回来 有道理 好像没有 他说他所以少子话跟这个房价看起来没有绝对的关系啊 你这样讲好像也是有道理 那他说如果说那个是有关系的话 那边房价跌了 崩跌下去 那边应该小孩子会生得多啊 我说大哥你讲的也是有道理的 那我们这样讲完了 假设少子话跟这个房价没有绝对关系的话 那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想生嘛 那如果说没有绝对关系的话 那你觉得叫建商怎么去降价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就知道人会越来越少啦 我不趁现在多赚一点 趁你还需要房子的时候多赚一点 未来人越来越少 请问一下我现在不多赚一点 我让房价降价啊 我降价你又不会多升 好了 这样我今天我降价啊 你就一定会升吗 你没有要多升 你就代表我的事业不能永远延续下去嘛 那与其我就已经知道 你已经越来越少子化了 那我就贵贵的卖啊 我能够多存点钱 多赚点钱试一点啊 我这样讲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我听了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 少子化反而会成为房价助长的一个凶手 对 所以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 他说房价跌了为什么没有多子化起来 少子化的地方他就少子化了 对不对 要几区市区的还是要几区市区啊 要几区都会的还是几区都会啊 都会虽然没有少子化 但是问题是其他区区少子化啦 我房价跌为什么小孩子没有升回来 那你这样子要跟我讲说 是因为房价高造成你不愿意升 这个是道理吗 你应该讲说生活条件可能全部都在涨嘛 我房价只是其中一项 全部都在涨 所以你可能不愿意升了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现在的小朋友不太喜欢生小孩而已 或者说他们会比较喜欢晚一点升 你不要说现在小朋友啊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其实也没有想升啊 只是以前碍于爸妈叫我们升 我们就觉得他叫我们升 我们不升 好像不孝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你叫他升他不升 他会觉得他不孝吗 他不会这样觉得吗 他叫他自主独立 有自己的想法 对他说其实他觉得少子化 观念占其中一部分 其实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生活更拮据 生活也很困难 但是家里面还是要叫他升 还不是要升一个 要升两三个 当然可能说现在可能又要很细养 就是说各项照顾到 他们以前可能比较粗养一点点 但是问题是也是养得很辛苦 但是他就因为不升好像不孝 不升好像尾塞 所以他一定得硬着头皮身 他说可能是不是只是文化跟观念 有那么点变化 再加上整体的通膨跟物价等等的 不然的话 怎么可以全部归在房价上面 好 虽然说这个是酒后的话 但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 真的 那后面一段话也是说 如果说今天作为一个商人 或者不要说我们商人 包含我们自己就好了 我们自己都有可能 我已经知道我的东西 快要没有人跟我买了 我剩最后几次 那我是不是应该价格高一点点吗 比如说像有些歌手 就是最后 几场演唱会 对不对 巡回演唱 最后几场票 是不是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点吗 对不对 准备要封麦了吗 对不对 这是有可能的 虽然听起来有点搞笑 但是也提供大家 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 来看这个少子化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真的要问大家 房价跌了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升 房价跌了以后 可以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吗 如果真的不能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那我们想想 那为什么房价要跌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他讲得很像歪理 但是歪理又好像很有道理 我现在在这个情绪里面出不来 他是属于一种负负得正的道理 他不是完全讲正的道理 他是用负负得正的 那就问嘛 工人也贵了 料也贵了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未来买房子的 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夕阳产业 最后赚几次钱了 我能够好好赚 多赚点就多赚点吗 对不对 我就要留着 要么自己退休用 要么留给下一代 那这个是不是他合理的心态呢 其实讲实在话 好像也是合理的 因为换作是 我们万一是在这样的产业当中 可能我们也会做类似的事情 反正就是一个负负得正的外力 然后这个是听到的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OK 好啦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防老吉 Bye 拜拜